到目前為止,我們是未需要做全民檢測的 為什麼呢? 根據國家第20條的優化措施 我們沒有一個地區擴散的現象 我們所以就不需要做全民檢測 我們都看到最近幾個個案 都是一些輸入性的個案 或者是一些輸入相關的個案 都是正如我上次所說 他們的傳播鏈條是很清晰的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些重點區域的篩查呢? 就是因為昨天早上發現的一個60歲的女士那個個案 她就是14日做過核酸檢測就陰性 19日早上的時候就是陽性 就是因為她由14日15日入境澳門之後 就是去過很多地方 就是除了17日她留在酒店之外 她去過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要看一看有沒有一些 就是本地擴散的現象 都很幸運 昨天做了9萬多的核酸檢測都是沒事的 我們希望堅持多幾天 去一看 將那個危機排除了它 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做一個動態清零的措施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動態清零的措施